好,我们来看第四个概念 第四个概念讲的是常数函数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函数 而且生活中常常可以看得到 好,请看一下 兰花国中八年八班 一号到十号的同学相约到板桥写作业 公车学生票每人十二元 座号是X,票价是Y,则可整理成下表 一号坐公车十二元 二号也是十二元,三号也是十二元 每个人通通都是十二元 那不管座号几号 每个人的票价都是十二元 那我们说这个Y是不是X的函数呢 或者说X是不是Y的函数 这时候你注意看 你给我一个座号 我就给你一个票价 就是十二块 也就是说很多人只要你给我一个座号 我就给你一个票价 就是十二块 那这个是不是函数呢 这个也是函数 我们说Y是X的函数 给一个座号 我就告诉你票价是多少 只不过这个票价每个人都一样 就好像是说呢 我们画一个图来看一下 这个X呢代表是座号 有一号、二号、三号 一直到十号 那Y呢代表的是票价 票价 票价呢只有一种价格 学生票呢就是十二元 所以呢不管是几号 它对到的都是十二元 那这样可不可以呢 这样子你看哦 有没有符合函数的一个定义 对于每一个X都恰好有一个Y跟它对应 没错 所以我们就说Y是X的函数 这一种函数 不管X是多少 通通对到十二 这种函数呢 我们叫做常数函数 常数函数 那你今天如果倒过来讲 反过来说 X是不是Y的函数 如果你要知道这个问题 X是不是Y的函数呢 这时候你就要看Y 给你一个Y 你是不是有恰好有一个X跟它对应 你给我一个Y Y是十二 结果X有几个跟它对应呢 一共有十个跟它对应 一个十二对到十个做好 所以呢 X是不是Y的函数呢 这就不是 我们之前说过了 很多人喜欢一个 这个是可以的 很多人喜欢一个 它是函数 一个人喜欢很多个 这个不是函数 这个不是函数 那还有另外一种叫 一个人喜欢一个人 这个也是函数 也是函数 好那第三小题 题目又问说 生活中有很多 常数函数的例子 请举出两个 其实很常见嘛 第一个 我们去吃到饱餐厅 吃到饱呢 它是算人的 一人299吃到饱 所以呢 你一个人去 不管是 这个 你的年龄是多少 全部都算299 你是十岁也算299 你这11岁也算299 反正他 不管大人小孩 全部都299 这种呢 就是常数函数 一个人就是299 第二种呢 就好像是 我们去避旅 毕业旅行 或者是 这个消费教学 然后一个人 假设是5000元 不管你的座号是几号 一号二号三号 点点点 不管你是几号 反正每个人都收5000块 这种就是 常数函数的一个例子 生活中是 很常见的 当然还有很多 同学可以再 多多思考一下